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花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金铁蛋的家常做法 做好以后,外酥理论超级的下发 而且操作起来特别的简单 接下来请跟随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首先我们网盆中准备6个鸡蛋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蛋 再网盆中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食用小苏打 用手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均匀直至全部化开 然后把鸡蛋放至一盘浸泡5分钟 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拿出洗碗布把鸡蛋擦洗干净 蛋壳上会有残留的鸡粪还有大肠杆菌 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清洗干净 加入了食盐和食用小苏打 可以起到消盐杀菌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把它认真的擦洗干净 这样是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 鸡蛋全部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控水捞出放入大一人的盆中 然后再往盆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鸡蛋再彻底的漂洗一遍 清洗干净后直接控水捞出放入锅中 碗锅中倒入足够多的清水 没过鸡蛋 水开以后转中小火盖上锅盖焖煮10分钟 趁这个时间拿出几半大蒜子 先用刀掀去它的根部 然后再用刀把大蒜子压扁 最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碎末 大蒜子经过这样的处理 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全部切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入小碗中 拿出一个大红椒 先切去它的辣椒地 然后用刀把它从中间撇开 取出里面的辣椒籽 再把它改刀切成辣椒条 最后再切成辣椒片 红椒切好以后 再取出一个青椒 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改刀 也切成青椒片 青红椒全部切好以后 把它们装入小盘中 拿出一根蒜苗 用斜刀把它切成段 蒜叶也切成段 全部切好以后 一起装入小碗中 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的鸡蛋也煮好了 拿出漏勺把鸡蛋上下的跌破 鸡蛋经过这样的跌破 我们在包去外壳的时候 就特别的轻松了 外壳变成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把它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过凉 过凉以后我们用手剥去外壳 大家看一下 经过跌破的鸡蛋 外壳很轻松就剥好了 鸡蛋全部剥好以后 我们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盘中 取出一根棉线 先固定一头 然后把它拉直 切的时候不是直接往下压 而是像锯一样 边压边拉 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种方法切的鸡蛋 就特别的轻松了 如果改用刀的话 会全部把鸡蛋切碎 这样切出来的蛋黄 是不会散开的 碗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放入筷子冒大泡时 把我们切好的鸡蛋倒入锅中炸 在炸鸡蛋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而且要用落勺不停的翻动鸡蛋 使其受热均匀 鸡蛋在锅中炸一分钟左右后 就开始变得金黄了 接着我们把它控油捞出 再次放入大盘中 不洗锅 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蒜末 用锅铲翻炒 炒出蒜末的香味 蒜末炒香以后 把我们切好的青红椒也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铲翻炒 炒出辣椒的香味 辣椒炒至五分熟 我们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再倒入干干炸好的鸡蛋 继续用锅铲翻炒 使所有的调料都化开 翻炒局面后 把我们切好的蒜苗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铲翻炒 炒出蒜苗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用您发的小手 帮我点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每一条评论与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十分的感谢你们 最后把蒜叶也加入进来 继续翻炒至蒜叶断生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现在整个厨房都飘散着香味 我们来看一下 颐色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看起来也特别的有食欲 接着我们把炒好的鸡蛋 装入大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就这样一盘外酥里嫩 好吃又下饭的鸡铁蛋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操作起来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如果您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总有一道适合您 需要注意的时候 我们在炒的时候 动作都要轻轻的 尽量不要把蛋黄搞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爱华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